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章 何时不能相信天使的话 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 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节 我稀奇你们 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 招你们的 去从别的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这就是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节的经文 咒诅啊 保罗才刚讲完 大家好 相信你们一切安好 就开始呼求上帝 降下咒诅 我们很难想象 这些加拉太人第一次听到别人朗读这封信的时候 这心中会作何感想 当地的教会彼此相距甚远 而这封信在各教会之间轮番地传阅 直到最后一间教会时 想必已经过了好几天 或者甚至是几个星期 有可能信还没到 会众就已经听到风声了 知道保罗的信有一些非常强硬的措辞 反对保罗的人 无疑会更加坚信对保罗的猜疑 而仰慕保罗的人 则会非常紧张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导致保罗要呼求咒诅 降在加拉太人身上 保罗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呢 那问题的癥结到底在哪 我们先来看别的福音到底是什么 持平而论 保罗并不是要所有的加拉太人都受咒诅 他只求咒诅降在少数加拉太人身上 更精确地说 是降在传讲另外一种福音的人身上 但即使如此 他还是指控所有的加拉太人 因为他们集体离弃了他之前 在他们当中所传讲的纯正福音 那么他们现在到底听了什么样的教导呢 而这时距离保罗上一次去加拉太 又过了多久的时间 我们可以先处理第二个问题 第一 基于种种原因 要确定加拉太书的写作年代极为不易 但是第二章提到 保罗上耶路撒冷这件事 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 假设这趟行程 也既是保罗第二次上耶路撒冷 这时距离他第一次上耶路撒冷 已经过了十四年 请参考第二章一节的经文 就是记载在 《使徒行传》十一章 二十七到三十节的那趟行程 保罗和巴拿巴往耶城去救济贫困 那么这趟行程 就是发生在西元四十八或四十九年 保罗第一次的宣教之旅 是在西元四十八年 色外 加拉太书是在这趟行程结束后不久写的 保罗似乎很讶异他们 这么快 一章六节这三个字 这么快就屈服于谬误的观点 从这点推论 加拉太书大约就是在西元四十九年末 或五十年初写成的 另外有些人认为 这趟行程 跟保罗参加耶路撒冷会议 请参读《使徒行传》十五章 一到二十九节 的这个行程是同一趟的 若是如此 加拉太书的写作年代就得往后研 保持这种看法的人通常也会认为 加拉太各教会是位在北部地区 这么一来 这封信就是在第三次宣教旅程过后才写成的 请阅读《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三节 根据这种看法 加拉太书的可能写作时间几乎要往后研个十年 大约是在西元五十七到五十八年左右 那诱人一测保罗是在西元五十五年左右 从以弗所写了这封信 请阅读《使徒行传》十九章 不论此信确切的写作年代为何 保罗认为这封信的写作时间 和他上次访问的加拉太的时间相隔甚短 并且短到足以令他急促不安 错误的观点以惊人的速度掌控了教会 保罗前脚才刚刚踏出加拉太境内 马上就有人开始质疑他的教导是否是真理 若要维护福音的真理 就必须随时保持警醒 第二 可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教导 让保罗如此拨然大怒呢 为什么他认为 有些加拉太信徒已经成了逃兵 放了引号 保罗清楚地说明 他们所离弃的对象是神 而非保罗自己 以免他们认为保罗是在为自己着想 他们怎么可能不这么认为呢 你说是吧 他们是离开呼召他们的那一位 并且从恩典中坠落了 五章四节的经文 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四节说这句话时 并不是想暗示当时已经有真正的信徒 从恩典中坠落了 也就是说他们正逐渐失去救恩 保罗所关心的乃是神学上的议题 过去众人曾接纳他所教导的福音 可是现在他们当中 有些人却接受了别的福音 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福音 在其中看不到恩典的踪迹 至于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信徒 则不是这里的重点 保罗想要表明的是 人们若接受这别的福音 将会受到神的咒诅 对保罗而言 这些人若接纳这别的福音 他们就没有权利要别人 视他们为上帝教会的真正成员了 这事确实严重到这个地步 好 我们再来看恩典 基督之恩 也即是一章六节 这句话是个线索 基督之恩 可以让我们明白 到底什么事情岌岌可危 福音的内容 完全是关乎恩典和耶稣基督 对保罗而言 福音是用以神为中心的方式 来思考人的景况 和神对此景况的解救之道 我再说一遍 对保罗而言 福音是用以神为中心的方式 来思考人的景况 和神对这景况的解救之道 罪的本质是如此的根深蒂固 以至于只有人所不配得的怜悯 才能够处理罪的问题 加拉太人之所以会轻看恩典 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他们不够了解人的景况 他们没有看出问题的重点所在 所以在问题的解决之道方面 他们的看法也很肤浅 靠自我得以称义的这种想法 不论你以什么外貌呈现 对人都会有强烈的吸引力 事实上这是人的天性 只有神行使主权所动的功 才能够除去这种天性 恩典不只是谈到神的怜悯而已 它同时也是谈到神拯救人的一种力量 恩典不只是谈到神的怜悯而已 它同时也是谈到神拯救人的一种力量 请参考提多书二章十一节 我们继续这封信的时候 必须更详细地来解释恩典这个议题 不过此处已经预告了 这封信接下来要谈到的内容 也即使加拉太人已经忘记了 他们需要恩典 下节音频我们继续来学习和思考 您刚听到的内容 是牧者Derek Thomas 汤马斯的著作 Let's study Galatians 字字诸基 细读加拉太书 愿神的灵开启我们的眼睛 赐我们属天的智慧 让我们谦卑地来学习神话语背后的生意 并付诸实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